我家那个他临走 拉了有七五万块钱金 他咋的我也得还上啊 也得那个挣钱 或者说是那个 他给我出几万块钱 他给我出几万块钱 你有万个你说 我没有老保 你没有老保 我没有老保 完了还得找一个 能帮你还五万块钱债的人 哎呦我的天啊 大妈你咋想的 今天起来没洗礼还在梦游吗 还是今天出门脑子背门家了 想啥好事呢 你也不愁愁你找啥样呢 真想嫁入豪门一日报复啊 天天异想天开的人可真不少啊 自己奴点力争点气不好吗 非要指着相亲来携于翻身呢 我们是相亲节目 可不是扶贫节目啊 自己连个老保都没有 还想找个给你还五万块钱债的人 你这不妥妥的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吗 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虎狼之词过不过分 前夫的债着后老爸来还 人家是上辈子挖你祖坟了 还是跑你家墙根了 真是异想天开啊 哈喽张大哥是不是啊 我是原来不晚的姑娘孙倩 忙着呢 相亲对象张大爷64岁离异 月收入4000元有独立住房 别看老头每月收入不少 但是咱一般人可是接受不了啊 人家是开桑葬行业的 就是做花圈做纸人的 一般人进老头家里头皮都发麻 她说她是有点害怕 都害怕啥说一说 害怕寿墨 以前我楼底下有寿墨 屋里屋外你看那门都没有嘛 其实这玩意没啥害怕的 有啥害怕的 我干了20来年的经验 其实这就是为了祭典老人这一种仪式 那当年你要是开这个店 你胆儿可挺大啊 红娘这你就说错了 除了祖上传承 谁闲得没事想干这一行业 用老一辈人的话来说 就是这行业就是阴间满意不长寿 老头可是生活给逼迫的了 当初也是婚姻不幸被戴了个高高的路帽子 自己差点就喝溪被疯了 要不然咋会干这让人厌恶的行呢 男女就好出轨嘛 这出轨完了就走了 走了以后我就给买买车了 回来就硬是得会这么一个朋友 完了他说我教你点手艺 我说啥手艺 他不干我 其实这行他点出了我不能学 这行这个社会那些还不咋应可 那可不是不认可 那是人家都嫌会气 老头也说了 要不是当初朋友不给我说是干这行当的 我就算喝西北风也不会干啊 要不是学完之后才知道这玩意这么大利润 那朋友嘴说了我也不会干的 太会气了 看这个利润挺好 我告诉你老几十刻 现在我用两三块钱 这就是这个行的利润 我曝光这个利润也可以 因为都是这样 妈爷我羡慕了 别人赚钱我可能会嫉妒一下 但是老头干这一行 我是一点都不嫉妒 干这一行可是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 正常人谁会干啊 就算被生活逼得再难过99%的人 也不会选择这一行啊 老头也就是想争口气 就是为了让出轨的老伴看看自己过得很好 老头可是吃了不少苦 不仅仅干了桑葬这一行业 像什么卖酒卖糕要啥的也是略有出击 用老头的话来说 只要能挣钱我啥都干 那老头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挣大岁数呢 调调框红别太多 太多那范围就小了不是吗 我就想找一个能寸 能寸能寸到我这个儿子 啥也不用到我这个儿子啥也不用管 就只能给我做个饭 打砸的屋子 这就是他的活 他乐意玩麻将也可以 这是咋没干啥 但是到我这个儿子我必须啥呢 生老病死我全管 这个从男人的责任都能丢掉 有没有老板都行 老实是长长也说的 女人真的养的鞋 老头找老伴要求也是很低 为啥呢 还不是因为干了这买卖 以前也有人介绍过对象 但是一听老头是干丧那行业的 连面都没见转头就走 这可让老头脸都丢光了 容珠珠说两句 大爷啊 不是我不想给你介绍对象 就你这行业 就算我给你介绍老伴了 人家还可能因为你的行业而嫌弃 谁让我们是红娘呢 硬着头皮找吧 经历千辛万苦 终于是找到了条件达到的大妈 田大妈 56岁丧 月收入2400元 没有独立住房 咱大妈可是个苦命人 结婚十来年是幸福的 丈夫42岁的时候 突发疾病卧床十来年 大妈就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丈夫 最后也是因病离世 当初大妈打工照顾家庭 也要给丈夫看病 所以欠下不少外债 岁数还了一半 但还有五六万块钱没还呢 所以这么大岁数了 还在干着保洁的工作 那大妈现在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也别提哟啊 你讲话他一个对咱们好就行 应该他指定他得对我好啊 那女生的我家那个拉 他临走拉了有七五万块钱金 他咋的我也得还什么 也得那个挣钱 或者说是那个 他给我出几万块钱 他给我出几万块钱 你有万块你说我没有劳保 你没有劳保 我没有劳保 完了还得找一个能帮你 还五万块钱债的人 对 姐姐那可不好找啊 不是你说我自己跟他处 大妈 你说了这么长的话 我算是听明白了 前面啥一米八什么的都是铺垫 最主要的就是想要个老伴 能给你还五万块钱的 你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啊 人家老头是跑你家祖坟了还是咋的 前夫的站让现任老伴去还 你想的咋这么美呢 你也不愁愁你呢呀 发际先后一道脑子挂中间了吧 咋看咋像古代的阿哥 就你这阿哥的身份 肯定也有不少钱吧 自己要啥没啥 要求还不少 最主要长的也不咋好看啊 得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先拉过去看看老头 相中没相中吧 大家自己介绍一下叫啥名 我叫张丽财 对张丽财 好看好看美女 她吧不像说是有的人吧 说是丑一眼不行 还没解出来不行 反正觉得还挺好 还挺有派的 还挺有派的 哎妈呀瞎了我的狗眼 大爷你真是啥眼光啊 都成啊哥了你还感觉挺漂亮的 我都猛逼的没法吐槽了 那既然老头看上了 我们也不好说别的了 找个地方好好说说吧 老头到地方也是没藏着掖着 直接就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我开的花圈店你介意不介意 这开个什么地儿 花圈店 这实在就是 我咋就不隐了 不隐了 这心灵灯一下头查都出钱 那个你们看我那只生了 那确实是有点害怕 其他活在就那么害怕 得亏门帘子没竖起来 不然你就真是古代哪个阿哥转世了 老头也是猜到这老婆子会是啥反应了 赶紧解释啊 虽说行业不好 但架不住挣钱啊 要是没有这么高的利益 我干啥不行 另外来讲 我这个年龄 我因为干这玩意挺好的 也不风吹 也不日赛 而且我老实说 我说句最迟的话 进屋小楼也得给我钱 从窗门的很少 你就说说吧 从过年到现在 过年到现在 我把先生活也就挣了一万块钱 这疫情这玩意这么挣钱 大妈脸上的表情都变了 从瑟瑟发抖到眼放金光 这行业这么好的吗 坐屋里风吹不着日头晒不着 只要有人进来就能挣钱 可真不错了 大妈也是想露出了笑容 象征性地向老头提了个条件 我爱打麻将其实 其实我爱打麻将吧 也不是就是打那个大麻将 其实我爱打小麻将 就是你我个家有 你有闲逸时间 你个家也没啥事啊 你不得看吃你就玩 这个还有好几个麻将馆 就是你玩呗 这都可以 那没事 回答正确 其实满意 他说 说是 同意你打麻将 其实你 我心里都很舒服 其实他就这么一说 我心里其实挺舒服的 啥玩意啊 大妈你这不操作 我没看懂啊 就光让你打个麻将 你就满意的不能行 我是要夸大爷 红女人计谋高啊 还是要说 你太不经哄骗了啊 但是谁哄骗 谁还不知道呢 大爷好像是一眼定情似的 就是喜欢上了大妈 那殷勤可是不断的线啊 我自己家 我家味道没有我家的好 眼睛睁亮点 找一真正好男人 像这个意义比较好 好家伙 大爷你三十六级完的挺花 啥花人的话 都往自己身上用 你看上人家的人了 可是人家可不一定 看上你这个人啊 最后大妈为了金钱 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决定要去老头家里看看 要是不看怎么知道 这老头能不能帮自己 还外债呢 已经配合一张号 开配合一张号了 这是 不是 这是本来以为 要先到家里了 那那那 还没整的饮料啥呢 那那 微型接着都来五个人 会不会算 商量那都小事 一收拾不就好了 那个我都没闲子 没闲子说是买不买的 其实我在饭店嘛 我就接受他 这个脑袋了 再觉得现在你进门了 看见这个店了 这些东路咱能接受吗 这个能接受 这个 那这好像咱能 有意思可以接受吗 能可以接受 那大妈能不接受吗 大妈一直以为 老头家里放着棺材纸人 什么东西吓人的呢 原来就放了几个花圈 几个黄纸 这再接受不了 那不是过分了吗 到家里老头 就做回自己的主场了 在家里那是疯狂 开始夸赞自己 拍着胸脯给大妈做保证 后半生找一个老头 找一个爱你的 你爱他的 有责任心的 能够对你全面负责任的 能够惯你从你的 这么一个男人 能够惯你从你 这么一个男人 但是怎么能够 怎么能从你 你得银心换银心 四两换半斤 你一个这个真踏实了 可以了 那我告诉你 我也挺能从你 你要让我放心干啥 我挣 挣多少钱 这个你 你在这个范围里真的 你花 无所谓 哎呦 大爷你真的是被每次 冲昏了头脑啊 真当刚才大妈说的 打打麻将就是条件了 那人家大妈 三十六几碗的 可比你花 你都被人家拿捏的 死死了 还不知道 正如大妈全套礼了 大妈可不放过你了 直接就说出 自己有饥荒的事了 其实那时候是 拉了十多万块钱饥荒 然后后来这些 就一点一点的 都花了 我家儿子也帮过 剩下还剩五万多点 然后我说 那啥 我妈就自己花了 你瞅瞅人家说话 多有分寸 还个外债的事 还把儿子给推脱一边了 就想打着谎子 让那老头帮他还外债 真是个坏女人啊 此时的老头也是猛逼了 在一边抠着手指猛逼了 这咋弄呢 这老婆子我相中了 我给他还不还呢 我先淼淼提一下 淼淼提一下 真的去看看 看着到底啥 什么个情况 对 完了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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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不得不说 这大妈花招耍的真高 把老头拿捏的死死的 还钱的事情一说 这老头竟然没直接拒绝 而是再谈谈看 那你俩讨价还价一下 那个 那么的 这个 这个 处子看 关于多少呢 完了商量着来 嗯 这玩意儿也不是说 是那么绝对的 对不对 嗯 我要成了你丈夫呢 我也不能说 我就是脱离这个责任 能不能理解我这话吗 嗯 处子看 好不好 我也是这样 也别说多与少 我知道 大哥那我的意思就是啥 就是咱们没有说 因为一听说大姐那边还有外债 就是觉得说 哎呀 那不行 负担太重了 我就不理解 那你说 因为因为就那俩钱钱是银正的 嗯 钱是死银是活的 那你说咱俩都别都不都挺好的 就用这俩钱 我就嘎嘎 不处了嘛 不可能 那大哥这个回答 咱满意 满意 确实搞 确实搞 哎呀 我蒙了啊 以为老头会讨价还价呢 谁知道事在处处 难道是真相中大妈了 还是大妈的套路 真把老头给拿捏死了 这么不靠谱的事 老头竟然答应了 真是当局者迷旁观之情啊 行了 俩人也算是相亲成功了 希望大妈别还蛮外债就跑了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